大家好,澳大利亚的广播公司ABC31号报道,美国计划向澳大利亚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部署6架可携带核弹头的B-52轰炸机 专家分析,这项举动直接针对是中国 美国政府计划在丁达尔空军基地为B-52战略轰炸机建造专用设施 该基地位于澳大利亚北领地首辅达尔文以南约300公里 澳大利亚的广播长马勒斯的办公室没有立即回应评论 ABC报道称,美国已经制定了在澳大利亚北领地旱季使用所谓的中队作战设施详细计划 并为6架B-52战机在毗邻区域建造维修中心以及停机坪 那报道,原因美国空军的话 澳大利亚部署远程战略轰炸机能向对手发出一个强烈信息 即华盛顿有能力投射致命的空中力 澳大利亚北领地已经与美国 中国外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一表示 任何国家之间的防务安全合作都应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不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中方的敦促有关方面摒弃陈旧的冷战零和思维和狭隘的地缘政治观念 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有利于增强各方互信的事 美方有关做法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可能引发地区军备竞赛 中方敦促有关方面摒弃陈旧的冷战 零和思维和狭隘的地缘政治观念 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有利于增进各方互信的事 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彼得达顿 对B-52轰炸机定期出现在澳大利亚的前景表示欢迎 达顿在他的保守党派政府今年5月选举出局时 曾担任澳大利亚的国防部长 达顿说如果他们能够经常穿过这里 那就太好了 在这个不确定的时期 他加强了澳大利亚的安全地位 达顿说在他的任期内 曾与美国当局讨论过在人口稀少的 澳大利亚北部轮换美国空军的所有方面 达顿说保卫澳大利亚北部 并阻止任何人对我们采取行动是绝对必要的 我们有弱点 对我们来说与美国和我们所有的盟友 保持非常牢固的关系十分重要 周一出澳大利亚方面的消息 朝鲜也要求美国和韩国停止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平壤方面的朝中社发表的声明中 表示由于美国和韩国不断的和不计后果的军事行动 朝鲜半岛及其附近地区的局势 再次进入了权力对权力的严重对抗阶段 美国和韩国周一开始两国最大规模的 联合军事空中演习 双方数百架战机在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里 每天24小时进行模拟攻击 美国空军表示 这项名为警惕风暴的行动将持续到周五 约240架战机出动约1600架次 朝鲜外交部的声明说 朝鲜准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捍卫其主权 人民安全领土完整 免受外部军事威胁 如果美国继续进行严重的军事挑衅 朝鲜将考虑采取更有利的后续措施 如果美国不希望出现不符合 其安全利益的严重态势发展 就应该立即停止无用和无效的战争演习 否则它将不得不为 所有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周二台湾立法院进行施政总质询 国民党立委郑立文质询指出 若两岸真的开战 台湾的胜算有多少 台湾的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邱国正表示 他对台军绝对有信心 绝对打到底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认为笃定如何 一定是做最周全的准备 郑立文的询问 如果如何定义台湾打赢 邱国正表示 敌人只要没有登陆 没有把旗子插在各中央部会的头上 敌人就没有赢 郑立文追问 以邱国正打赢的定义 台湾的胜算是否很高 邱国正 他表示 有绝对的胜算 但国防部绝对不会放话说 有种过来 台行政院长苏贞昌周二也表示 台湾越团结 准备越充分 胜算越大 那苏贞昌也提到 公元2008年 曹操有80万大军 刘备 孙权军队不到5万人 当时曹操甚至发表短歌行 结果最后 谁输 谁赢 军队跟战争不是用这样 那邱国正呢 10月18号曾表示 中国呢 只要有航空器 实质的逾越台方的界限 我们就把它当作第一机 台军会依程序实施警告 或释放警报 我们做任何的反制 都叫做自卫反击 如果解放军越过红线 台湾肯定会与反制 解放军战机突入 据其海岸12海里的台湾空域 将被视为第一机 最后呢 我谈谈我的看法 实际上呢 现在呢 美军出现在澳大利亚呢 并不稀奇啊 之前的节目啊 一年前的节目就说过 美军是一定要进驻澳大利亚的 美军进驻澳大利亚呢 要看台海方向 就是台湾方向 中国大陆和美国的谈判进展 另外呢 美国方面啊 也在预估解放军 对台动武的时间 现在来看呢 习近平的第三任期 很有可能会动武 所以美国也加紧了 在澳大利亚方向部署 包括B-52战机在那种 美军战机抵达朝鲜半岛呢 也是在对中国啊 对东海方向的 解放军的一种牵制 另外呢 也是演练 如果台海战争爆发 美军 驻海美军 配合驻日美军 联合攻击啊 东海 台海上空的解放军 那从现在情况来看呢 实际上美国就是在准备啊 台海战争 那澳大利亚 日本韩国的美军 会配合台军 配合台湾方向 那如果中国发动武统的话 美国呢 会出动 出动空军 出动驻韩 驻日美军 澳大利亚方向的美军呢 也会进行配合 所以你看 邱国正呢 实际上无意间说了实话 就是台湾方面对两岸战争啊 中国发动武统 台湾方面和美国早就已经进行了兵器推演 而且早就有了预案 那现在美军的B-52呢 抵达澳大利亚呢 实际上是为应对在南海方向 解放军在南海岛礁的这个军事法 解放军现在在南海岛礁呢 建立了很多军事基地 包括可以起降大型的战略轰炸机 包括解放军最先进的 J-20 J-15 包括轰-6 都可以在南海岛礁起降 那也说中国在南海的这个军事实力的增长呢 实际上威胁到了澳大利亚北部地区 也就是南海方向 澳大利亚和美国会联合 那邱诺正讲啊 台湾方面呢 有绝对的信心解放军无法登陆 无法登陆的意思呢 就是解放军的空军海军 在台海方向不会有优势 也就是台军将会获得台海的制空制海权 那现在台军的实力 它不可能达到 没有外军加入 没有美军 没有包括日军 韩国军队 澳大利亚军队的介入 外军的介入 光靠台湾军方 空军海军 根本不可能封锁台湾海峡 不可能有这个实力 那实际上邱国正间接就承认了 外国方面 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 已经私下向台湾做了保证 会介入台海 中国大陆发动武统 那么美军会带领这些盟友 一起来保证台湾海峡 台军的制空制海权 这逻辑非常清晰 那邱国正呢 要不然就撒谎 向台湾人撒谎 但我觉得这个 立委质询 他是不敢撒谎 如果撒谎了 会被判刑的 那么他没有撒谎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 澳大利亚 包括日本 韩国私下给了台湾一个承诺 也就是美军会出兵 台海 中国如果武统的话 美军会出兵 所以邱国正认为 他有绝对的实力 我们有信心不让解放军登陆 你看邱国正这个话非常清晰 你解放军陆军很厉害 但是你只要不登陆 你陆军不登岛 我们就是胜利了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那也就是说美军 现在在澳大利亚达尔文 包括在韩国 一系列的军事演习 针对的实际就是台海 实际上呢 我之前就给大家讲过 美国是绝对不会放弃台湾的 美国是不会放弃台湾的 因为台湾涉意到美国的利益 那么中国大陆呢 要想收复台湾 统一台湾 一定要解决中美之间的矛盾 中美之间呢 现在又是地缘政治的一个 结构性的对抗 中国呢 GDP下一个要超越的是美国 美国绝对不允许中国GDP超越美国 那美国呢 一定打台湾牌 你看结构性矛盾 那按照这个逻辑 台湾问题又制衡中国的 最有效手段 也是一张王牌 美国绝对要打台湾牌的 那这就要考验什么 考验共产党 就共产党到底放不放弃台湾 如果共产党不放弃台湾 你还要收复台湾 美国要打台湾牌 而且美国要出兵台湾 那你可以想象 对中国的压力 对中国的一种围堵 那中国呢 武统越早越好 就放弃合同这个想法 这就是这个逻辑 结构性矛盾 中国只要还是共产党执政 那么中国共产党不放弃台湾 对吧 中国人民也不放弃台湾 中美之间 美国一定打台湾牌 那你最后想统一台湾 武统 大家知道我是支持武统的 为什么 逻辑放在这呢 你不管怎么推 最后中国想要收复台湾 就是武统 不可能有合同 我为什么说合同派这些人啊 这些人呢 要么傻要么坏 合同派 一直在讲和平统议 他没有看到里面的问题吗 他看到了 有些人看到了 但是为什么 为了这张脸 叫好吗 爱好和平吗 喊和平永远正确吗 但他没有讲实话 有些人呢 是坏 对吧 他不跟你讲实话 有些人是傻 他真的以为 喊和平就能换来和平 所以我说 大家应该支持武统派 武统派才是看清两岸问题本质 所以说武统派才是最终能解决台湾问题 武统台湾才是最有效解决台湾问题的手段 那说回台湾 那么现在呢 美国呢 要打台湾这张牌 那么台湾人 现在看台湾人非常矛盾 台湾岛内呢 有一些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但是呢 自己又不希望呢 共产党统治自己 所以呢 他投靠了美国 有这么一批人 我觉得这些人呢 现在心里是最矛盾的 他既不希望呢 和昂鲁萨克逊一起来制约中国 但也不希望共产党统治自己 所以这些人呢 他很多的行为就是矛盾 一方面呢 在海外呢 又说自己是中国人 宣扬中国文化 对吧 但是呢 他行为呢 又配合着美国 唯独中国 那这些人呢 我觉得他这个行为和他的意识形态 需要什么 需要转变 那有些人呢 可能意识形态很难转变 所以我说呢 我跟台湾人 我说你改变一下你的世界观 你意识形态无法改变 你就改变你的世界观 经常看我节目 台湾人实际上有些人的世界观 已经潜移默化的 发生了变化 有一些人看这个世界 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维度去看这个世界 站在欧亚大陆的角度去看 你的世界观会变 那么你再看两个问题 你就不会看到 台湾媒体 台湾意识形态 给你强加的这种世界观 而会有一个更新的视角 来看这个世界 这就是我这个频道的作用 那除了台湾人以外呢 我觉得大陆啊 有很多的所谓的专家呀 学者呀 行业翘楚啊 也要自己换一下 换一下你这个看世界的角度 换一下你自己的世界观 也不说换一个世界观 就是开放一个世界观 用不同的角度看这个世界 换不同的维度看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有很多维度 我这个频道呢 能给大家提供几个不同的视角 来看这个世界 那你通过不同的视角 获得了不同的维度 特别是欧亚大陆理论 还有美国人霸权啊 美元的霸权 美元也能控制世界 有一些人呢 实际上呢 他站在美元这个角度 站在商业利益这个角度 他也通过他的视角 他的这个维度 看这个世界 包括台湾问题 他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每个人通过不同的维度 不同的视角 来看这个世界 但我希望呢 你通过不同的视角 看完这个世界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 你再来看现在这个世界 那你就能 今天呢 就讲这些 希望大家能够听懂我的意思 很多海外华人呢 身在美国 身在澳大利亚 在英国 在昂格鲁撒克逊世界 他呢 实际上受到昂格鲁撒克逊的影响 包括现在的美元霸权 美元体系 也深深的介入到美元体系 用美元体系这个视角 来看这个世界 用美国的这个 昂格鲁撒克逊 他的这个世界观 来看这个世界 但我希望呢 你通过我的节目 你换一个世界观 换一个角度 站在欧亚大陆的角度 来看这个世界 也能理解中国 为什么怎么做 就说这些吧 很多海外华人呢 我觉得还是爱 爱这个中国的 爱中国 你可能不爱共产党 但是你一定是爱中国 你只要爱这个中国 那你站在中国这个角度 你就能理解 现在发生的一切 澳大利亚也好 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新西兰也好 昂格鲁撒克逊国家 他是绝对不会为中国人利益 考虑这个世界 考虑中国的利益 他一定是站在昂格鲁撒克逊的利益 那你们这些华人 你配合着美国 配合着澳大利亚 配合着昂格鲁撒克逊 对欧亚大陆 对中国的围堵 你自己可以想象一下 你的抉择 所以我说啊 很多海外华人看完我节目 要自己好好思考一下 这个世界现在发生了一切 美国不管怎么包装 它的企图 用意识形态也好 什么言论 自由啊 这些东西 怎么包装 最终的目的 还是要围堵中国 今天就讲这些 大家知道 我是支持欧亚大陆联合的 从这个世界大势来看 欧亚大陆一定会崛起 这个世界的欧亚大陆的GDP 一定会崛起 会超越北美 超越昂格鲁撒克逊世界 那在这个趋势 大的趋势之下 支持欧亚大陆联合 支持欧亚大陆崛起 才是历史大事 我相信人类文明 一定会回到欧亚大陆 欧亚大陆一定会崛起